歡迎各位網友來到華富投資先導計劃的第二集 今集主要的話題是關乎市盈率、市銷率、市漲率、PE、PB和PS的關係 雖然大家近期都是看圖做人的 市況不太好,大家看著位置上上下下 但正當中概股或中特股甚至金特股這些名字走出來 大家重新多些研究市盈率 每個分析員,特別是剛剛入行的時候 一定會很留意,詳細的方法可以自己找到 究竟市盈率5倍、20倍有什麼意思呢? 市盈率很高的一倍數,何謂貴、何謂便宜呢? 近期的中特股,5倍、10倍的PE便是便宜 20倍PE以上便是貴 但是我們去到美股炒NVIDIA 又見到60倍,那些人又繼續買 那究竟它發生什麼事呢? 市況有少少不同 有時總體看市盈率的關係是會有少少變化的 例如我那時候入行,老農統來說 20倍PE流上,就是前輩或學者會告訴大家 它是比較貴的PE股份 那這個20倍的意思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公司現在的股價上 你想買了它20年的盈利 那所以呢,如果你說去到一些PE100倍的股份呢? 其實你是在買公司發展100年後的盈利的一個股價的反應來的 那所以呢,當時20倍流上,通常我們都會說是比較貴的股份 那怎樣去正義這個便宜與貴呢? 如果你在說增長PEG的話呢 你見那個盈利的增長,我們在說的Net Profit 就是淨利潤是升20%流上的話呢 那PE20倍就叫做正義 那這個就是PE的看法 中特股通常大家的界定都是5倍、6倍、10倍以下 那叫做較為便宜一點的股份 那但是呢,這類型的中資股呢 你每次見到它的淨利潤都有時只有5-10%的增長而已 那所以呢,你說是不是特別地低估,特別地便宜呢? 那大家去深思吧 那但是呢,有時會有些例外的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好像NVIDIA這些公司 又或者有品牌的公司呢 有時的PE是可以比到很高的 那為什麼呢? 這其實就沒有一個很籠統或者是書館上面的理論去做一個理解的 比如說我們認識的Prada,甚至去到LVMH 我剛才所說的NVIDIA 甚至是有技術門檻的公司呢 就是好像一位品牌,聽到啤 有時呢,你會見它的增長可能只有幾個% 20倍PE是不是有20%增長呢? 就不是這件事來的 就是NVIDIA呢,其實你見它的盈利來說,預測都倒退的 但是呢,那些人就買60倍PE,70倍PE這樣就上去 那這個呢,就跟一個預測,又或者是那個行業門檻是有些關係的 Tesla,你如果計算它的PE,它不是不賺錢 不過呢,300倍都試過炒上去 那所以呢,有時呢,你又要看市場氣氛去定斷 那另外呢,除了PE之外呢 那你很多時候都會聽到一個叫PB的字眼的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個市淨率去做一個量度指標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公司,它的盈利上來說是扭曲了的 譬如,內銀股這個行業是一些銀行板塊 它的盈利由於它是有一些撥備的 即是今年撥多些去預備下年的Bed debt 又或者是今年可能有時有些回撥回來 哦,原來我上年撥多了 那你的盈利的基礎上來說,就不是你的本業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用這個PB 即是這個市淨率做一個指標的 又或者是你見一些綜合企業公司 譬如說長和 甚至近期很流行去買日本股的 商市,洋行,三菱這些股份 由於它的本業上來說,實在太多範疇了 你講的可能是旗下有100個部門 每個部門都有幾十億的營收 這樣去計算的時候,通常都會用PB的 簡單一點,去給大家一個數字 PB1,我們叫做中位數 大過1,我們叫做貴一些 低過1,就叫便宜一些 即是有Discount和Premium 那哪些股份會有Premium呢? 通常我們見的是有品牌的公司 又或者是盈利增長可以看法 特別是在金融公司 很多時候PB會有機會高過1 比如保險公司也通常會高過1 這個大家也可以留意 最後最後,就想說一個PS 即是叫做市銷率 Price to BookPB 其實是要有一個Book Value 很多的公司,特別是科網股 即是說我們不會有很多產業 我們不會有很多資產 那些市證率去到4、5倍都能看到 那是否代表它很貴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比較虛無飄渺的東西 譬如說一些軟件 或者是一些Apps 或者是一些防毒軟件去計算 其實它很多時候都是一些PATENT 我們通常都會看了那個自銷率 即Price to Sales 這部份來說,就沒有一個很特定的數字 5倍又見過 20倍的市銷率我都見過 通常就叫做比較貴一點 那我們去量度一些 譬如SARS股 軟件的股份 好像在美國的Cloudstrike 那些防毒軟件股份 那你就會用這個市銷率 它們未必很多時候都有盈利 那個看法上面 通常是說的 Trading的區間 我們很簡單 很快地讓大家理解了三個比率 PS PB 以及PE 先理解了這三個比率 我們下一集就跟大家再加上一點去說 因為不是只看P.E 我們就會去講解 究竟如何為之有一個P.E.的區間 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 通常你會聽過有一個P.E. Band的物體 有時候為什麼那隻股份 一定是大概五倍至十倍 做一個的區間上落 有些通常是叫20倍 那怎麽為之真是便宜的P.E. 怎麽為之真是貴的P.E. 那我們下一集再講 什麼時候才下一集 兩個星期後 嗯